去拿个快递 一个比较重要的快递 快递8点过就到成都了 但是下午才送 在家里等人一天 本来以为可能中午就会到了 拿到了 然后明天吧 明天骑车出去 拍个开箱的视频 下雨了 看来出去不了了 那就在家里开一下箱吧 来我们开始开箱 拿出我的开箱专用刀 来把它包装弄开 裹得挺严实的 打开来看看 好 有个内档的包 这是送的鼠标垫 这是一个键盘膜 对键盘膜 送了两张鼠标垫 苹果的鼠标 重头戏在下面 这个东西应该是那个托盘的防刮花的贴吧 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下面 OK 看一下有没有破损 都是封的比较好 直接拿出来 这就是新买的MacBook Pro 2018款13寸的版本 配置是2.7GHz的 然后16G内存 512GB的散存 包装这些都是完全没问题 来把我的小刀拿出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买苹果笔记本 买它的话主要还是拿来做视频 把它拿出来 看一下下面有什么配件 一个Type-C的线 然后这些说明书 下面有一个充电器 所有配件就这么多了 我们来撕磨 一 二 撕磨的感觉是很爽的 看一下外观上有没有瑕疵 我认真看一下外观上面有没有瑕疵 因为很多朋友买之后的话 边边脚有摔过的痕迹之类的 就是主要在看边脚 OK 没问题 基本上是属于完美状态 开机 现在的话只要是屏幕打开 它就自动地开机了 一些语言的设置 简体中文 若要以简体中文作为主要语言 OK 请按下轮件 中国 什么意思不要说 连WiFi 我们再来WiFi上一个 这触摸板用起来感觉很顺 很多朋友用苹果笔记本的话 基本上都不用鼠标的 创建你的电脑 OK 启用Siri 用普通话询问 Hey Siri是识别你的声音 它怎么跳出来 Hey Siri显示我的下载项 Hey Siri天气怎么样 设置指纹 OK 正在设置你的Mac OK 这也是第一次用苹果电脑 还有很多不太熟的地方 所以说需要先使用一下 然后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开箱视频 2018款的MacBook Pro 13寸的 因为我还是第一次用苹果的电脑 操作这些都还不太熟悉 先试用几天 大家如果对这台电脑有什么感兴趣的点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在做下一个视频分享的时候 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本来是说今天然后骑车出去拍个开箱的 外面再下雨 所以只能在家里随便拍了一个 条件这些不太好 效果应该也不太好 所以说大家也多多包含 因为买电台电脑的目的还是说 用来主要是用来剪辑视频 如果大家有想对于2018款13寸MacBook Pro的话 在视频剪辑视频处理能力上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其他一些使用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用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到时候会再拍视频和大家分享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关注 好谢谢大家再见